今天是11月6日 1942年的今天 近西北抗日根据地临时参议会 通过了近西北保障人权条例 当月并由近西北行政公署公布 这个条例共有19条 条例指出 制定人权条例的目的 是为了保障人民权利 巩固抗日根据地 条例规定 人民的一切权利 依本条例保障 违反者依法制裁 条例规定 人民身体 非依法不得逮捕 拘禁 审讯或处罚 人民有行动自由 非依法不得搜查流难 人民有居住自由 其住所非依法不得侵入搜查 或封雇 人民财产 非依法不得查禁或没收 人民有集会 结社 言论 出版 及思想 信仰的自由权 军队 民众团体 无逮捕 拘禁 审讯 或处罚权 军队逮捕 与军事秘密 有关人犯时 需通过当地政府 或有关机关 逮捕人犯 需经刑署批准后执行 因犯罪嫌疑被捕者 需于24小时内 借送该管审判机关 《近西北保障人权条例》是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尊重人权 保护人权 实行人权保障制度的一篇重要文献 除了《近西北保障人权条例》外 抗战时期 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制定了一些人权保障条例 如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 《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裁权条例》等 这些条例是各抗日根据地政府 为发扬民主 动员全民参战而形成的 这些条例的主要内容 可以概括为四点 一是规定了保障人民具有言论 结社 出版 集会等自由 二是规定了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权 三是规定了 汉奸及被剥夺公民权利者 不在保障范围之内 四是规定了 对犯罪行为的侦查 审判 及对执行死刑的方法等 专门颁发保障人民权利的法规 是敌后各抗日民主政权 人权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 是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大决策 人权保障制度 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 为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 动员全民抗战 起了重要的作用 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 制定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参考 在十分艰苦的抗日战争环境中 制定的这些人权保障条例 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 对人权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 制定的重视